河南发生一起事件,地点在交座五治县,现场画面让人痛心。 据悉,2020年7月16日临时,河南交座五治县发生一起成年人久后十足溺水事件,三名流姓成年人溺水身亡,其中一人系家中毒子。 很多网友了解到此次的突发情况后,也是非常关心现场的情况,纷纷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只要是不会游泳。 游泳是很简单的事情,稍微动点手脚,有了福利,人就没事了喝醉酒的人整个世界都是他的,有仅是标语也看不到,可怜了家中的父母游泳很好学会。 很多人却不掌握这项关键时候能保命的技能喝了酒就不要出来走动了,尤其要远离河道,稍有不慎就会掉下去,会游泳的人都有可能没有主观意识了。 尽管该路段没有设置标语和安装护栏,但这不是理由,每个成年人都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生命是自己的,每个人都只有一次,要时刻有安全意识,才能避免意外的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